大家好,我是萱萱 我是居然森 今天呢,我們要來 過年大掃除 沒錯,我們平常大概 多久少一次家裡 尷尬 好啦,現在我們 我們只要大概室內瓶 大概100瓶 現在應該是累積到一個有點 頭髮很多 灰塵很多 的一個程度 對,那要過年呢 就決定要來大掃除 那我們今天要來大掃除的工具呢 就是這台旗艦吸塵器 好,那這台呢 是LG2021年全新書的 這個旗艦機款 它最特別的就是我們看到這個 HOWER太空站 你吸塵完後 你就直接把吸塵器放回去 它就會自動吸塵 你就是完全不用用手 對,很方便 第一眼看到它的時候 其實我是覺得它外型 這個白色還蠻有質感的 就是白在家裡不會很多 然後再來看它的配件 非常多 有四個吸頭 地板的吸頭 它是感覺是有那個 雞皮的感覺 嗯,很特別 感覺應該會吸得還蠻乾淨的 這個呢就是 LG它吸塵器裡面 大家說它最厲害的 乾濕兩用的吸頭 後面呢它就是用這邊 這個的兩塊 黏上去 好,然後它就會旋轉 可以同時拖地 同時吸地 那這個呢 來,我們把它翻過來 直接翻過來 這個就是專門吸 地毯的吸頭 聽說就是可以把地毯很多毛穴都給吸起來 第四個這個吸頭呢 就是專門吸這些毛髮的吸頭 就是如果說你家中有寵物 或是說你自己很會掉頭髮的話 嗯,就是我 殘後掉超多頭髮了 大家如果就是殘後掉髮有什麼秘方 的話也可以告訴玄玄 但是它很困擾 好,看一下這個吸頭 那這個吸頭 專門說給毛髮的原因就是 毛髮比較不容易纏繞 那它這三個大吸頭都是可以彎曲 這樣子 所以要用絞肉啊 伸進去其實是方便的 蠻方便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主機的部分 我個人是覺得它的主機 第一眼看到我覺得 欸,其實蠻有質感的 你們看它這一個 這邊是髮絲紋的LG Logo 然後它的機身 白色、灰色、黑色 算是蠻好看的吧,你覺得 對啊,蠻好看的 然後它握把 皮革的那種 這邊啊 皮革握把的感覺 對 好,它這次的吸管 是可以做這個 伸縮的 就像我一百七十幾 軒、一百五十幾的話 我們會用的高度會不太一樣 那它這個就還蠻適合 這種身高的人 對 一般這種無線吸塵器 好像有的是沒有做這種伸縮的 那我們再看看它還有什麼吸頭 毛刷吸頭 那這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角落嘛 一些比較窄的空間啊 窗簾的軌道啊 什麼的 其他配件呢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 拖地的它附了四片嘛 小刷子 這個就是清潔用的 額外都附了一個濾網 然後還有加水的 加水的就是要搭配這個使用的 這個乾絲脫的 然後它附了兩個這個 集塵袋 好,這等一下會 告訴你們說它的功能是什麼 那它還有兩顆電池 像一顆已經放在這個 剛剛說的太空站裡面了 嗯 那這個太空站它很多功能 對,那我現在把這個機器呢 放進去的時候呢 這台機器裡面的電池也會充電 然後這個備用電池呢 也在充電 同時兩個都在充電 對,同時兩個都在充電 這代表說 你不會用到有一天 吸塵器沒電 因為像我們家100坪的時候 就常遇到一個問題 吸地可能吸幾間房間突然就沒電 我就必須要暫停 可是這個就不會 因為它這個一個電池的話 它是說正常模式用60分鐘 對 然後兩顆就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嘛 那同時你這個在吸的時候 這個又在充電 這邊的電池的電量 它會顯示在這裡 然後這邊的電量寫在這裡 那你們看它這邊有一個寫的就是 排空灰塵喔 你可以完全不用手 把這裝進去它就會幫你把這邊的灰塵 全部吸到集成袋裡面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實際掃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它的功能 這樣子這個功能到底如何 那這個太空障 它還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收納這些系統 所以你就不怕它到處刺上去 刮起來之後 大的呢它還有自己的夾 這邊有按鈕 這樣推一下 按門推開 然後就可以把它們包在外面 也是這樣推一下 收納完成 收納完後其實 好像也不用特別放在那種倉庫啊 或是儲藏室 它其實放在客廳 放在哪裡其實這樣不會很拖 就是 還蠻好看的 對啊 而且還會提醒自己說 拜託記得要CD一下喔 不然我們像我們每次都說好 說一個禮拜拖第一次 就每次都放棄 那它的灰塵 然後跑到集成袋裡面的時候 它還會用紫外線殺卷 對 所以說 你們也不用擔心說 欸你放下去很久沒清 它會長細菌 然後長病毒這樣之類的 好 那我們現在要先掃 我們的大魔王 就是我們的房間 我現在放在這個頭啊 它會選角 所以推起來更輕鬆 更前進 欸我床底下還蠻乾淨的 怎麼啊 是最乾淨的地方 對啊很誇張欸 就是它掉不到眼頭髮的地方 就特別乾淨 大家趕快告訴我們 產後弱髮有沒有秘方 它這個按鈕只要按一下 就可以開始斜了 不用一直按著 所以還蠻輕輕的 我覺得啊它這樣子 伸長之後 我不用彎一樣 它還不錯 它雖然感覺有點重量 可是它其實在滑的時候 還蠻輕鬆的 並不會覺得很吃力 很順 我給你看一下 頭髮真的超級多 已經被毛屑擋掉一些了 像你看它現在有弄起來嗎 以後可以用這個 來按一下 就可以把它的胃層往下壓 好 這樣就不用碰這些髒東西了 這樣可以把頭髮往下壓 好那我們現在來掃我們房間的廁所 房間廁所其實也是大磨啊 你看看那個地板 這個地板呢 我跟你講以後你們的裝潢 絕對不要用黑色這種磁磚 你們覺得好像黑色不會顯髒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 黑色地板超級容易顯髒 因為那個水質水痕超級明顯 我超級後悔那時候用這種黑色地板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這裡 我就想用它這個LG 人家說最厲害的這個 吸托兩用的這個吸頭啦 我們來測試看看 那首先你要先加水 按一下這個拿起來 拿起來之後呢 它這邊有地方可以加水 然後加加加加加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滿水線 MAX 它其實是有附一個水杯 讓你直接這樣加 那我們就直接用加的好了 OK 好 掛一下 掛出去 喔 好就好了 好 這邊有開關鈕 這個控制就是出水量的控制 這樣STOP就是沒有在出水 那如果說你是 吸一些比較木頭的 就是怕潮濕的地板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出水量小 那假設我們浴室的話 比較不怕 你可以用出水量多 這個脫布在給它裝上去之前 你要先 把它用濕 擰乾 再把它放到這個 吸塵器的脫頭上面 圓心的點在中間就是 欸 裝上去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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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拖的方式是這樣 它是會旋轉的 除了你拖的動力之後 它本身還有在旋轉拖壁的動力 所以想必 我看這樣就覺得它其實應該會滿乾淨的 好 我們就馬上來測試看看 好特別喔 好酷喔 它真的有在拖的感覺耶 拖的同時它還會吸 它中間前面有個孔會吸 因為我們剛剛很髒嘛 所以它其實是有一些 灰塵的 其實它這個灰塵 它是會吸掉的 有沒有 灰塵其實有不見 吸掉了 它留下一些頭髮 啊 頭髮也沒辦法 好 我來試試看 超強勁 好 超超狗模式 長二三的就是超強模式 去吸 那像我的身高有更高的 我會把它拉高一點再拖地 其實就會很輕鬆 所以它這個臥皮可真做我覺得也還不錯 我們稍微只拖一半 因為我覺得我的廁所真的太髒 所以我想要把它 我如果拿起來先洗掉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的頭現在的重厚 我本來以為我拿起來的時候 就是它上面會有很多 因為你們剛剛看 那個地板真的很髒 我本來有些像這種都會 黏在這上面黏很多 可是我發現其實 它大部分都被它這個吸頭給吸進去了 所以它吸拖兩用 是真的是不衝突的 我覺得這個吸頭 其實真的還滿好用的 好 那我們房間呢就先清到這邊 你們看一下我們灰塵有多少 你們看 哇 我們的房間的灰塵 很可怕對不對 對 尷尬的笑著一聲的喧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就是給它掛上去 然後就要用它自動集成的功能 OK 它放上去記得它放上去會有這個音樂 就代表它正確放好了 操作呢也非常的簡單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齁 一個鍵而已 來 你現在輕輕按一下 好 開始 看它顯示了喔 開始唱歌了 開始自動集成了喔 欸 形式滿快的耶 對啊 比我想像那麼快 它好了也會在唱歌提示你 然後現在我們可以把它拿出來 看一下乾淨程度了 哇塞 其實還滿乾淨的耶 只有這邊有一點點頭髮沒有吸進去 可是我覺得已經很很棒了 你想想看剛才那些灰塵 如果我要用手清還要吸這些有多可怕 我覺得光這個功能我就覺得很值得 剩下那些頭髮我覺得那個是很難免的 因為它是纏住 而且因為萱的頭髮是長頭髮 特別容易卡 所以它真的已經算是吸得很乾淨耶 我覺得還滿強的 我們看一下它吸到哪裡去好不好 它把它吸到這個裡面 對 砍一下 然後掉下來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很貼心的設計啦 它原本在裡面的時候 它這樣子是打開的 然後灰塵會進去 但是因為你把它拉出來的時候 它自己自動就幫你把這個孔給蓋住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就是會飛起來 而且它其實這個洞裡面呢 其實你仔細看 它裡面是看到它頭髮 它還做一個後視窗 讓你看它裡面到底滿了多少 對 然後它這個其實有多付兩個給你啊 如果你真的懶得清這個啊 就是你也可以直接拿起來就 滿了 然後就丟掉 它記得就是 不要把它拿起來 因為有說嘛 它其實有這個紫外燈殺菌的功能 你在看什麼 我的頭髮 你的頭髮真的很多 裡面都是它的頭髮 放回去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它有一個功能很智慧 如果你這樣其實是沒蓋好的 如果你這樣就合起來了 然後結果灰塵 集塵器全部都跑出來 但它就很智慧 你如果沒蓋好 它其實是關不起來的 對 你就是把它那個要推上去 一聲然後才合起來 我覺得這個地方也還不錯 防呆功能 對 防呆功能 防呆功能為什麼特別照你呢 沒有什麼其他的意思 不好意思 那我現在換這個是吸地毯的 那我們家沒有大地毯 我就會吸這個小地毯 你才一打開我就看到東西噴上來 而且我覺得你開Turbo好了 這個地毯吸頭是長這樣子的啊 它是這個毛刷的啊 它是可以再把那個地毯裡面的灰塵刷出來 難怪還可以清得這麼乾淨 你看這是刷子 然後那個小地毯就這麼多灰塵 超噁 超可怕 因為那個小地毯在裡面真的擺很久了 真的是很多那個毛屑在裡面 對啊 欸 超強的耶 史迪琪表示 但是我終於乾淨了 OVERAL HITS 好那我們今天掃的差不多了 那我們現在清潔一下這個吸塵器 因為一般吸塵器有的濾網是不能洗的嘛 層洗使用上面我覺得這不是很方便 我們這LG這個A9T的吸塵器呢 基本上它的太空站裡面呢 有兩個濾網 剛剛有拆 這兩個濾網呢都是可以水洗的 那這台機器裡面呢 有三個濾網是可以水洗的 這個地方齁 打開來的 這裡有一個HIPPA的濾網 這個濾網是可以水洗的 然後再來它這邊還有一個這個濾網 這個也是可以水洗的齁 那再來呢 這個打開 這個不要用手轉齁 這個縫隙的吸頭 你可以這樣子把它插進去 有沒有看到 然後轉一下 它就拿出來了 這個濾網呢也是可以水洗的 裡面很多的灰塵齁 最上面那個它這邊轉開 洗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整個吸塵器呢 總共有五個濾網可以水洗 哇 真的很髒 它洗完記得要曬乾啦 最後再提醒一下大家齁 這個要清大家一定會記得嘛 就是 你使用完後記得要把裡面的水給流掉 這才不會在裡面臭掉 這是你們記得要做的清潔動作 OK 那我們來說一下我們今天使用這個LG A9T的這個心得 那因為這是LG的這個旗艦的機種嘛 所以呢 它的價格是在 原價是38,900元 雖然乍聽之下好像價格有點高 可是在我們今天使用下來的心得時候 我會覺得其實這一台機器這個定價是可以買的 第一個 它有很多不同的吸頭 那這些吸頭其實可以應付你不同的家裡的清潔的狀況 對 再來呢它這個太空站 我覺得設計很棒 你完全不用清嘛 它直接直接吸進去後 清得非常的乾淨之外 它裡面這個UV的殺菌燈 我覺得這功能也還不錯 再來呢 它又可以幫你把這些吸頭全部都給 收納好好的 我個人目前這次的使用呢 我會覺得這個38,900元這個旗艦機種 其實還蠻划算的 這幾個吸頭 在我們家其實它都還蠻實用的 從毛髮的乾吸濕脫兩用的頭 蠻好用的 然後吸地毯的也好用 然後它的清潔也都非常方便 我也很喜歡 我覺得可以買一台給我 買一台給你代表說 你會很勤奮的去清潔家裡嗎 我覺得對打掃來講 可以幫助輕鬆蠻多 因為很多地方 其實無魚牽都用叉的 我發現用吸的其實還蠻多 你有點迴避我的問題喔 請問買一台給你以後 你就會很認真清潔家裡嗎 也許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個LG的A9T的開箱呢 就到這邊了 剛好我們的過年大掃出演完成了 這台機器呢 目前呢 聽說賣得非常行 因為它是去年2021 就出的這個旗艦機款 目前只剩下這個PC Home 有貨 然後你們現在下單 還會送那個 德國Britter的綠水壺 盡情把握 那最後呢 就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 或是喜歡我們兩個人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們的IG 好 那就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掰掰